问的问题 其实主要就是透过Lapt、Test跟Value OK 然后 当然除了说用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还有别的方法 我讲过了 有时候思考的角度不一样 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也没有说谁对 只是说哪一个方法会比较简单 像刚刚的同学说 如果不用Value 它另外一个方法 它是什么 它说可以把Lapt的结果 比如原来我们没有Value 是这样70是文字 然后他分享了一招 他就乘以1 70的数字乘以1 那因为这个Excel 其实算是蛮人性化的 为什么? 因为他想说 你为什么会把70乘以1 70是一个文字 你乘以1表示说 你是不是希望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70的文字 变成70的数字 才能再乘以1 所以他已经自动帮你做这件事情 所以Excel里面跟VBA也是一样 会自动帮你做 所以你打勾的话 它会自动怎么样? 这个会变格式 就给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通用 它就会变70 这样也可以 乘以1也可以 只是说这个 我是觉得会比较 观念上面 变成说你又在 就是文字又变 而且这个观念以后 你在写别的程式的时候 写Python就不行 因为Python 如果你那个形态搞错了 结果就错了 所以这个他也是个方法 所以这个同学刚刚分享的一招 OK 但 不过我是建议就是观念上面 最好是能够知道 因为我这个是说 因为我知道说它是文字 我把它转成数字 这样来处理 OK 那未来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用日期与时间函数 里面的一个函数叫义耳 因为它是一个日期嘛 所以我也可以在这个日期里面 取得年月日里面的年 但是那个年的话 必须要减掉1911 才会变成民国年 那取回来 它就是一个数字 就不用转型了 那因为我们用text是文字 所以文字一定就是文字形态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我主要是希望大家是用比较理解的方法 不用特别去实际 那将来就见招拆招 这有哪一种方法比较好 你可以去选择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继续来看什么呢 如果我接下来希望把刚刚做的事情 可以记录下来 并且把它变成聚集 或者是背后其实就是VBA的程式的话 那该怎么做 里面的话当然你不用额外写程式 因为在ESEL里面有个特色就是说 ESEL可以帮你自己写成 自己帮你写出程式来 那这个是跟其他语言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他语言你写不出来就写不出来 他没有说这么好帮你写程式出来 这种功能没有 OK 那在ESEL里面我是觉得他有些地方是还蛮友善的 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做不出来 他可以帮你变出来 但是说真的再怎么友善 还是有些地方你还是观念要很清楚 否则的话也是非常容易做错 要像这种东西差一个步骤 结果就不一样 像我刚刚我是自己都每次都觉得做得很顺 应该大家都没问题 可是有时候一走下去发现还是有问题 都是那个小小地方 所以有些细节只要注意到应该都OK了 那我们待会就练习什么 两个按钮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按下这个按钮他就又帮我重做一遍 按下这个按钮就帮我清掉 所以这个功能非常简单 里面的话按下他还没有清除 然后按下这个就是再把刚刚的动作再做过一遍 就这样而已 可是要如何让ESEL自动帮我重新把刚刚的动作再重做过一遍 甚至这个地方这个也可以 只是说你要自己用一样的方法再做过就OK 那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说你要找到有一个叫录制聚集的功能 OK 不过这个录制聚集的功能可能不是本来就存在 也就是说你的ESEL的版本预设是没有这个东西叫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叫出来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录制聚集 那接下来怎么样去开启这个开发人员 特别是说一 请你找到这个上面有个箭头 找到其他功能 其他功能里面的话呢 制定功能区哦 这个这边有吗 再往上一个 会有一个呢叫做开发人员的这个标签 那你们的预设值哦 应该是没有打勾 所以请你怎么样 打勾就有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打勾的话哦 表示说你开启了 这个一扇窗或者是这样开启了那个潘朵拉的盒子 因为你要即将变成开发人员了 OK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了 那当然也是一件好事啊 因为未来很多事情就不用仰赖开发人员 你要找那个谁谁谁 哪个工程师一定要帮你才能做 你不用啊 你不用找他 甚至你做得比他更好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打勾按确定 就显示出来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待会我会跟各位讲 如何利用录制聚集 把它变这两个出来 那步骤的话非常简单 不过你们在录制聚集也不能乱录 还有录有一些诀窍 录制的时候特别注意哦 他实际上是记录你滑鼠键盘的动作 所以你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你尽量还是用以键盘为主 为什么 因为你滑鼠会乱跳 而且有时候位置会 可能这一次跟下一次点的位置又不太一样 所以尽量善用键盘的快速键 尽量不要用这样的选取的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先做比如说这个好了 我们先demo一下 不过在做录制之前 我建议你先彩排 然后把那个step记录下来 有点像你要开拍影片一样 你一定要先让 你先卷一下吧 对或者是说你给他一个稿 或者是给他一个什么样的 对 一定要彩排过 如果没彩排的话 你录下来的东西就 一堆不需要的东西也全部被记录下来 那我们尽量精简 一个一个的step 那我们会的step 第一个 第一个动作是 游标放在这个储存格上方 然后呢 特别主要上面的公式不要删掉 当然你要重新输入一遍也OK 只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你直接怎么把他打勾 他就记录进去了 你如果说你还是重打的话 那我们也时间而且容易做错 所以直接怎么 第一个动作游标放这边 他就帮你录一行程式叫range 物件里面的12的储存格里面 然后呢 第二个动作游标再放在上方 打个勾 打个勾表示什么呢 你帮我把这个公式输入到这个储存格 那第三个动作记得 请你在这个储存格的右下角有个空点 快点两下 这样 应该都会了 因为之前我是有同学 真的有问我说 老师你怎么这么快就做完了 因为他只会这一招 OK 他说老师你怎么变的 那你不知道吗 这边快点两下 那另外呢 我不建议你用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将来如果你用这样录下来的话 你拉到哪里 他就停到哪里 比如说你今天 输入到第10个好了 那问题是你下一次 假如你在执行的话 你下面已经有新增资料 他不会跟着往下 可是如果你这个执行空点点两下的话 他是去追踪什么 追踪隔壁栏 到哪里 他就跑到哪里 OK 所以是有追踪的效果 这完全是不一样 好 然后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哦 这边做几个动作 1 2 打勾 3 点两下 OK 其实才三个动作而已 其他动作不要做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把它录下来 变成这个按钮 2的话呢 就是什么 这个 手机号码清除 然后清除怎么做呢 一样 游标放这里 记得哦 选的话我不建议这样选 到底跟刚刚的一样 因为你这样选 你一到哪里 他就只清到 那如果你将来有多有少怎么办 他就清不到 所以我建议你 记一个快速键 如何快速选取到这个范围的最下方 Ctrl Shift 有没有 向下 OK Ctrl Shift 向下 这个一定要记哦 Ctrl Shift 按住 然后再向下 那所谓的Ctrl Ctrl 键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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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是 Ctrl 上是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上面 Ctrl 下是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上 下面 Ctrl 左 Ctrl 右 这个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移动的一个算是快速键 那加一个Shift就是选取的意思 所以Ctrl 加Shift的意思是说呢 帮我从这个储存格选取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整个选取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如果你录制聚集 你不会这个方法 录下你 程式永远要一直在改 为什么? 因为你之类都增加了嘛 那下一次清除 他就清不到下面的东西 就麻烦 OK 好 按Delete 这样就清除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OK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就开始录制聚集了 录制就这两个名称吧 那这两个名称 蛮长的 但你如果觉得这个名称太长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也OK 那我刚刚是直接拿我之前录好的 这这一个跟这一个 我先Ctrl C 录制的话 如果彩排OK了 好 直接来做 1 录制聚集 直接怎么样 把名称输入 叫什么手机 如果你觉得太长 你就打一个名称也OK 然后按个确定 底下这个基本上不用选 一定是在什么 现有的活 就是我们跟着我这个档案走 你希望不要选到别的地方 因为这样同学选到别的地方 路完的城市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找不到城市了 所以这个不用改 OK 那快速限这个也暂时不要加好了 按确 那再来特别注意 你按确定就开始了 所以你做的任何动作都被记录下来 所以我先取消一下 先确定 1 OK 入字 不能NG 然后 按确定 好 1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按确定 1 有不要放这里 多一个洞 他就帮我入一行城市 2 有不要放上面 不过我公式不见了 那这就是表示NG了 怎么办呢 要重买了 停止入字 再来一次就对了 OK 难免的 我干嘛把那个公式 因为刚刚入这个清除 OK 好 应该知道了 反正你们先玩玩看 就NG 再来一次 OK 就有点NG 再重来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但是记得 关键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先 STEP 一定要搞清楚 你不要那个STEP 你的那个步骤 搞不清楚 不然你又录到一些不应该录的东西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要善用快速键 就是像Ctrl Shift向下 或者像向下填满这个 不然的话 你将来 你录完的聚集 他会永远要再改 不然的话 他不会 他会停在那边而已 OK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